女生穿小吊带时有没有穿内衣呀 和粉丝问学姐 夏天女生穿吊带时有没有穿内衣呀 这个话需要看情况了 首先女生的小吊带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常规的 另一种是那只胸垫的 当女生穿的是那只胸垫的小吊带时 胸垫可以替代内衣的作用 就不需要另外穿内衣了 但是那只胸垫的小吊带并不适合每个人 跟比较大的女生 反正可能就不合适了 而常规的小吊带就需要穿内衣了 但是粉丝又好奇 就看到女生穿小吊带 肩膀上也看不到内衣的肩带呀 那多半是人家穿的这种类型啦 无肩带内衣啦 而且大胸可以嫌小 穿露肩装衣服也是很合适的 另外胸小一点的女生呢 也会使用这种乳贴 或者穿这种肩带非常细的内衣 把内衣肩带放在小吊带的袋子下面 这样肩膀上就不会裸露内衣的袋子 显得比较突兀啦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懂的实在是太多了